我这个人不能退休 如果退休的话 可能这个人活在是没有意思的 年关将至 73岁的宗庆厚 一如既旺地表示自己还不愿退休 而54岁的马云却在今年9月 公布了他的传承计划 企业家该如何交接棒 企业又将如何传承 在2018年 我们听到了各种回答 教室其中天 马云发唱文称 自己将于一年交涉及起 不再加任阿里巴巴同学出席 转而投身教育和工艺 消息一出瞬间刷爆锅 I can never be as rich as Bill Gates But one thing I can do better than him 而相比阿里巴巴 2018年其他企业程度 似乎就走得不那么逍遥了 今年4月 曾经分工无聊的挪拜 被美团全自收购 一个月后 原非由王小峰背景出局 国伟远则把共享出行创业理想 交给了美团王青 二老对手OFO 也在2018年底的资本 南东中存亡之一 今年5月 变革者陆旗 从百度离职 李彦宏无奈回归一线解放 被谈讯基于厚望 实质引突破 西百亿的勇推超市 12月初也冒发了分家分运 创始人尊道杨标 同胞兄弟创业8年 来起耶稣大陆兄弟情 却似乎也诊大 这一年 94年李达成老爷子 正式宣布退休 张子的李泽聚 全权接受家业 卫威大王高德旺 终于说服儿子曹辉 执出事业 必须人创始人杨国强 等下未经营而杨慧妍 而不如儿历之年的 国民老公王思聪 似乎还没有继承家业的打算 小时候 你到底没有什么有钱 我也不知道 你怎么有钱吧 即将过去到2008年 我们见证了太多 关于传承的故事 这是从创业者光传 到公司制定的毕竟制度 也是从大当会 大当会的区别人 相信年轻人 因为相信他们 就是相信未来